五平 创业板只跌1.43% 高景气赛道板块退潮 两市高开低走 只一度跳水跌近1.7% 二八分化行情持续 截止五坚收盘 库值涨0.12% 深城只跌0.48% 创业板只跌1.43% 理电 军工 半导体等赛道板块集体下挫 全众股宁德时代盘中一度跌近6% 房地产板块继续走强 新黄浦 中交地产均二连板 加起家居 储位电器板块联动拉升 质邦家居 索菲亚等涨停 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 超2600家漂率 市场成交有所放量 护身两市半日成交额超8000亿元 盘面上 机场航运 房地产 NFT概念 超级品牌等板块涨幅前列 连弧体理 浮化工 国防军工 半导体等板块跌幅居前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 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 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12月6日 有媒体报道称 中国已批准成立世界最大的稀土公司 具体策略上 随着元旦 春节的临近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 往年居民消费热度都有明显的提升 建议短期内关注传统年底的消费旺季行情 中长期爱看 随着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低位的蓝筹股 有望以外一波估值修复行情 中原证券指出 当前市场热点转换频繁 市场缺乏赚钱效应 临近年底 市场各方均较为谨慎 场外资产持币观望的情绪较重 未来股指维持区间震荡的可能性依然较大 建议继续关注政策面 以及资金面低变化情况